有一个性子特别急的年轻人 到隔壁一幢大楼去看朋友 他来到大楼下面 就是安下了门铃 冰崩冰崩 门铃响了两声 里面没有动静 这个人等不及了 马上就返回家 刚走了几步 又觉得我从家里这么下楼 回去不甘心 又回到门前 冰崩冰崩又来了两下 这一次他一看还是没有回音 他没有耐心了 他等不及了 又回去了 他想一想 我还是回来吧 再试试看 说不定他在家呢 这一次当他刚把门铃安详 冰崩还没反应过来 怎么回事的时候 只觉得脖子一凉 浑身上下被浇了个冷水透 原来他的朋友 一直在家里 几次来看门 外面都没有动静 他怀疑有人捣蛋 就从楼上 就从楼上向下面泼了一条冷水 作为报复 这样去安门铃的朋友 会被漂一泼冷水 那么我们修改命运的门铃 又怎么能不被命运泼一盘冷水呢 刚学博的时候 我们希望一求就灵 一看 菩萨 你保佑我呀 怎么还没领啊 马上不学了 犹如刚刚种下去的稻谷 不可能马上长出生活的幸福 因为人的幸福和命运 是需要等待着 尤其在命运的门前 你如果着急灾难 就像一盆凉水 会从你头上浇到你的脚下 众因必定得果 不管善恶种子 只要你种下去 你一定会长出来 所以我们学博人 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 你一定会得到真实的果实 记住了 喜欢好人 把自己就要变成一个好人 天天拜佛 就要把自己修成一个佛 并非拥有是幸福 记住 问心无愧 才是最快乐 最幸福啊 知福的人常受 知足的人常乐 我们知福 知福 知福 不能 才能再造福 难为能为 才能升华 自我的 人格 美丽 希望大家好好学佛 每一天都在进步 每一天都在提升自己的境界 这样你很快的 就能接近菩萨的境界了 一个小笑话 没有结婚之前 这个孩子相亲回来 刚进门 妈妈就说 哎 孩子啊 儿子啊 刚才没人打电话说 女孩子对你挺满意的 让问问你的态度 男子 男孩子说 妈妈 我不同意 老妈说 为什么 这个男孩子说 女帮收入 比我高 我怕以后 在一起会有压力 在家里没有地位 这时候 老爸在边上 憋不住 突然给他儿子一个巴掌 说 你这个傻瓜 我挣的这么多 在他家里 你看过我有地位吗 好像鼓掌不是太响 第二个我就不讲 好 鼓掌响了 我就讲了 听好了啊 这个要动点脑筋的啊 有一个成语叫 狗障人士 这一天 女婿请障人吃饭 吃完饭之后 女婿回家 跟他老婆说 我中午吃饭 得罪你爸爸了 老婆问 哎 我爸爸是你障人啊 你怎么可以得罪他呀 老公说 吃饭的时候 我讲了一个成语 狗障人士 讲到前面三个字 狗障人的时候 我突然 被饭淹着了 你爸爸就问我 你是说我吗 这时候 我正好饭也吞下去 讲了一个 是 人生要心态好 人缘就好 懂得宽容 你就会心态好 做事顺利 心态好的人 就会放下 别让脾气 和你本事一样大 越有本事的人 脾气越要小 心态好的人 处处圆融 处处圆满 所以学佛人 心中有菩萨 我们一定能够让菩萨的慈悲照亮全世界 能够去除心中的杂念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菩萨的爱 拥有我们佛陀对我们广大无碍 希望大家好好 大家看图腾 大家很希望听听台长看图腾 今天我们的部长亲自抽到的这个号码 你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福气的 感恩观世音菩萨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好好学博 好好修行 你们大家都看见了 一定要好好地努力 台长希望你们以后能够成为一个菩萨 成为一个救助众生的人 好谢谢大家 台长这次能够到雅加达来 感谢所有的佛友 感谢我们的VIP嘉宾 也是感谢我们的法师的助援 感谢所有为这次法会做出贡献的我们的佛友们 菩萨保佑你们功德无量 谢谢大家 希望心灵法门在全世界弘扬 让更多的人学着观世音菩萨 慈悲度众生 离苦得乐 这么几天很舍不得大家 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 好好的修行 最后告诉大家 这两天菩萨多得不得了 今天到法会现场来得最早的 一个是观世音菩萨 还有一位就是弥勒佛 你在天上就看见了 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成佛 成菩萨 其实人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其实人没有什么可以难过的 因为那就是过去 我们要看到未来 看到今后这个世界一定会越来越美好 因为好人越来越多 因为吃素的人越来越多 因为学佛的人越来越多 有你们这么多年轻的人 我们佛法一定会传承 在这里也是祝愿印度尼西亚的佛教协会 能够越来越好 也希望全世界学佛的人 各个佛教协会和各个弘扬佛法的 我们的法师们 我们每一个弘扬佛法的众生能够离苦得乐 能够佛光普照 今天的法会就到这里结束了 台长也是非常的开心 希望大家看到的 见证到的 多多去度人 感谢印度尼西亚 我们的观音堂的佛友们 也感谢其他的 我们马来西亚 新加坡 还有其他各个国家来的佛友们的祝愿 你们每一天都非常的快乐 你们吃着他们做的餐 喝着他们的水 你们要有感恩心 希望我们好好地听佛陀的话 好好地跟着观世音菩萨 我们到今天末法时期 我们还借着我们伟大佛陀的光啊 记住了 人是有命的 但是命可以改变 人是有运的 但是运可以提升 不要担心过去 因为一切都可以改变 了凡事讯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我们成千上万 已经改变自己脾气的人 改变自己性格的人 你们就是观世音菩萨的 人间菩萨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成千手千眼 希望大家万事如意 2018年身体健康 红法顺利 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 卢俊宏台长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悬疑宗述大型现场解答会 祝大家学博精进 法喜充满 感谢大家